国际观光客进不来 高雄不少知名商圈也受到冲击 人潮减少 业绩下滑了 而现在为了刺激消费 六合夜市跟三缝中街就联手外送平台 要抢供最夯的宅经济 希望可以借此吸引年轻客群 但是瑞峰夜市则是因为外送平台抽成费用太高 还有再加上怕没有办法兼顾效率跟品质 因此只有三分之一的摊商自主合作 暂缓全面性合作计划 摊商站在外头热情懒客想吃在地小吃 不少人都会选择到六合夜市 如果想买糖果干货则是会想到这里 每个都是爆开的果啦 只要节庆到来三缝中街就会涌入人潮 不过现在因为疫情关系 国际观光客进不来 声音受到影响 因此六合夜市和三缝中街管委会 联手全台最大外送业者抢供债经济 借用外送服务不用出门就能快速把商品 送到消费者手里 但奇怪的是瑞丰夜市怎么没一同加入呢 我们的抽的那个手续费是比较高一点 都是在三成以上 就怕外送平台抽成费用太高利润降低 因此只有三分之一的摊商自行加入 跟去年的这个同期当然是还少了大概两成 不过我就觉得这疫情都是无法避免 疫情期间民众减少出门机会 消费形态跟着改变 因此两商圈才会看准商机 全面和外送平台合作 希望能创造更多机会让摊商的荷包转宝宝 藉由张崇明高雄报道